正主義老虎 說回今年的正主義老虎 老虎在任人年有幾多吉星 有太歲、歲駕 文昌星 不好的有劍鋒服屍披頭 披頭是一個很特別的星 稍後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今年苦病人有歲駕代表大老闆來到你公司 當然你公司一定要很大的 才容易幾年才見一次大老闆 如果你只有幾個人就經常見到老闆 代表什麼呢? 今年會從事公司的時候 就會留心到有表現的同事 所以如果你在大機構或大公司裏面做 今年有機會大老闆會賞識你 另外文昌星入名 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說你是專業人士 要考一些專業事 今年你就要加把勁 因為隨時幾年都不PASS 那些PAPER 今年就一棍即中 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LEVEL A、 LEVEL B 去拿到牌 財運方面 苦命人今年精彩是OK的 但因為橫財 或者偏財方面都沒有什麼吉星 所以你都要十幹型 不要想著投機取巧 特別是你做槓桿大的衍生工具 或者買一些你自己都不熟悉的金融產品 根本就隨時興趣 健康呢? 算是留念不利的健康 因為有伏師和健鋒星 這兩顆星也代表是金屬的意外 如果你平時開快車 或者經常操控金屬的用具 你要小心點 戒傷手是最低消費的 隨時不小心戒到要入醫院 做個急警室的問題 所以今年要小心金屬上的問題 好了 講回感情 苦命人今年感情平平 即是不覺不失 如果你是未結婚的 都是拍拖的 就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如果你結婚也不用擔心 也沒有什麼家變的事情 只是平平無奇的一年 輪到兔仔 兔仔今年在老虎年 就不是被老虎捆了 反而今年很多吉星 有太陽星 天空星 天月桂人星 和桃花星 不好的星 這顆有些人覺得好 是咸詞星 連殺 和晦氣 因為你今年吉星公之照 事業上 就有很多貴人會幫你 天月桂人是其中一個 另外太陽星 亦都代表藍貴人 或者是外邦人 什麼叫外邦人呢 古時的外邦人 簡單點 你在廣東 廣西就當你外邦人 但是現在 可能是外國的客戶 或者不是本地的客戶 如果你是做開的客戶 大部分都是外國 訂單為主 今年你會比去年 在牛年的時候很多很多 另外留心一件事 如果你是打工 因為有天月桂人星 和太陽星一起出現 會有人提携你升職 你可以留心一下 如果你是香港人 外邦人可以 例如澳門 內地 或者是英國 那方面都可以當作外邦人 財星方面 今年你也是挺爽的 無論正財 偏財 今年套命人 都是挺好的 主要有太陽星 天月桂人星 和桃花星 如果你做的事情 是要經常推廣 或者做銷售為主 那你今年就會賣多些博 或者接多些單 對你今年的收入 一定有幫助 健康呢 今年是有點麻煩 因為有連殺晦氣 特別是男女間之事 因為桃花王 隨時會多了一些親密行為 就會影響你的身體 所以今年男女間事情 你要小心保護身體 另外 不要太過辛勞 特別是有幾個月 我們可以留心一下 2月 4月 和8月 你會留心一下身體 最後 講到感情 今年兔子感情 真的沒得頂 因為有很多 閒字星 桃花星 天月桂人星 先講一些未結婚的 因為有天月桂人星 就會有人介紹給你的 另外有太陽星 隨時會認識外邦人 外邦人 簡單點 你在香港出生 他是美國那方面大的 香港人 或者華人 都可以當是外邦人 另外 有結婚的 反而要小心點 因為桃花王 再加上貝氣 隨時因為你偷食 被人捉王腳計 你結婚就沒問題 好 這條龍 今年 入到老虎年 不會龍虎相爭 不過有個問題 今年 龍仔 沒有吉星 吉星全木 空星 有喪門 天哭 炮美 和月薩 先講一講你的事業 因為你沒有吉星 今年就要事事忍讓了 如果你是做出外接單 今年立秋之後 隨時會被人善你一獲 所以今年龍靈人 去到立秋後 就要留心幾件事 第一 原先的顧客可能很穩陣 但因為他自己有內部改變 有些結構性會出現問題 就會影響你的單 第二 如果你在公司工作的時候 立秋之後 就要留心一下 有沒有小人捉你背脊 所以龍靈人 今年在老虎年 就要事事 要小心為上 如果是有些公司 有些事情不公平 你就更加不要強出頭 今年就是凡事以和為計 財運 也是今年一個 不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雖然沒有什麼破財的機會 但在收入方面 也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所以如果你龍靈人 今年在老虎年 就叫做 手下龍靈人 凡事都不要太過冒進 健康 今年就麻煩一點 今年有些情況 因為有天空泡眉 所以你要留心一下 如果你說你自己的腸胃 或者皮膚有問題 今年會特別厲害一點 感情 今年因為有泡眉月薩 如果你是結婚的 家人就會爭吵不斷 特別去立秋之後 你會更加喊得厲害 如果未結婚的 還在拍拖 今年就麻煩一點 隨時因為吵架 而有第三者突入 就出現散拖的情況 所以龍仔今年 差不多是幾樣東西 都不是太好的 那時機小心一點 蛇命人 今年來到老虎年 雖然有三營 吉星有的 又有太陰星 和玉堂星 不好星 就先說三營 綠海 貫索 和孤神 先說一說事業 因為事業上 有太陰星 和玉堂星 如果你是說 你的上司是女性 今年會提貴你的 另外你有個顧客 是女性為主 譬如說 你做一些女性的生意 今年應該 你的業務上 是非常之不錯的 另外 如果你的打工 因為有太陰玉堂星 照著你 應該有得升職加人工 不過留心一下 因為有六害貫索 你升職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可能有一些 錢銀上的誘惑 會導致你 可能會犯官非 另外 財運今年非常之不錯 太陰星 除了是女性貴人之外 還可以說一些偏才 如果你夾著女性 來一起投資 買股票 或者是夾去買一些 彩票 應該有一些非常之意外的收穫 所以如果你是說 那些女性對你特別好的 應該找一些年長的女性 一起和你夾品買一些彩票 至於你的健康 健康有點麻煩 因為有三型六害 都是一些基本助理的東西 如果你有長期性疾病 特別是古波病 或者一些排泄系統的病 今年你蛇仔 或者蛇女 你就要檢驗得清楚些 或者你覺得有些不妥當 就應該去做個心體檢查 至於你蛇仔蛇女 今年的感情 因為有孤神星 都預料你們有分隔的情況 如果因為疫情上的分隔 就沒什麼問題 如果不是 可能兩夫妻各在天一方 這些都是麻煩的 如果是未拍拖 孤神星對你的影響不大 那就不用怕 馬今年有幾個吉星 有象星三台和唐符 空星有五鬼 官符和飛符 都是認那些不關於訴訟 官司那方面的東西 今年馬命人有機會晉升 因為有象星唐符 劉心這件事 因為唐符升是代表家觀晉雀 如果你在政府宮裡 今年排隊升到你 就算不排隊升到你 也有機會打少少尖 會升到你前面排隊的 所以如果你是今年的 打政府宮的馬命人 應該留心一下 老闆會不會見你去冤絕表 另外 財運 今年正財是還可以的 但其他方面的財 千萬不要搏 特別是一些偏風的財 因為你有官符和飛符 隨時會扮官非 不要想見錢開眼 隨時會被告你一次 健康 今年五鬼臨命功 容易有意外 這個意外會是應什麼呢 因為你是火太和 隨時是眼睛 或者是腦心血管的疾病 另外 如果你是做一些 和火有密切關係的行業 例如煮菜 或者是燒納 那方面 小心有意外 今年感情 今年感情 你有官符星和非符星 留心一樣 如果你有什麼出軌的行為 無論是拍拖好 或者是結了婚好 一定有人捉你背脊 特別是小心女士方面 比如說 你老婆的那邊的親戚 是女士的 或者你老婆方面的同事 同學 一定會容易見到你出軌 捉你黃腳雞 所以留心一點 今天就去到老虎年了 會不會送羊入虎口 吉星幾多 有國印 月德 天氣 空星 又有板安 黃番 死符 和小號 留心一樣東西 板安這個星 就是不利出門的 如果你今年因為公事出門 就沒辦法 如果你是說自己去旅行 你要小心安排 今年因為你有國印星 和月德星 隨時會提拔你升職 特別如果你的上司 是一個女性 你今年的升職機會 非常之大 所以留心一下 一些女性的上司 今年會提携你的 另外 如果你是做一些不訂單 顧客是女性 今年你容易接到多些單 特別是納抽之後 單會特別多 好了 財星方面 陽命人今年財星不足 特別是橫財方面 會有人提携你的 譬如說 你找了一個女性 和你一起夾品買彩票 或者夾品買股票 今年會做得不錯 意外之財是非常之不錯 不過留心一樣東西 因為今年有黃番星 入命 如果你拿些錢來裝修 今年就不利 隨時因為裝修 而影響你家裡的風水 好了 健康就一般 如非必要 今年就不要出門了 因為出門的時候 隨時遇到一些意外 特別是說 因為交通上的安排 而出現意外 不是錯過航班 或者錯過火車 那麼簡單 隨時會遇到外地上的交通意外 所以特別要留心 就算你說出外不行 在香港去旅行 也要小心交通意外 感情方面 你可以在一些親友 或者朋友介紹之下 認識到另一半 特別是說 那個親友或者朋友 是女性來的 容易介紹另一半給你認識 至於結婚那些 今年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有人安排你去一些飯局 會遇到很多一些異性的時候 會容易出軌 會容易出軌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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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老虎年 很多人都認識 人身衝 正式犯太歲那個 吉星有地解 天解 和翼馬 算是不錯的 空星有碎破 欄杆 血刃浮沉 聽到這些都有點害怕的 你今年 後命人就衝正太歲 正式人身衝 在事業上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變動 而且這些變動 通常都是麻煩一點的變動 或者是被迫去變動 比如說 你本來開開心心 在這個金鐘上環上班的 然後老闆就不知道 突然之間調了你去上水 那你不知道 或者是辭職好 還是不做好 還是 認命好 走到上水上班 另外一方面 你不用擔心 因為有地解 和天解 兩顆星 有什麼好呢 這兩顆星 就逢空發吉 即是說 可能你到上水沒多久 老闆就覺得 沒有了你在身邊 就很多的 凡事不順 就調你過來 所以千萬不要急 因為今年 一定有人幫你忙 好了 如果你是說 要到外地工作 沒得頂了 因為今年逆馬星動 很多時候 在外地的時候 賺錢 賺得更加多 或者機會更加多 好了 後命人 今年的財星 都是不錯的 因為主要 你的逆馬星動 有地解 天解 如果你是做一些 外地人的生意 或者要去外地接訂單 今年 會非常之有機會的一年 而且特別是 在納抽之後 你的財星 會更加彰顯 好了 健康方面 就麻煩一點 今年 有欄干 和血癮 很多時候 會應一些 關於呼吸系統的病 所以 如果你有手術做 即是要排期 排到差不多 最好 在納抽之後 問題不大 因為地解 和天解星 應該是手術順利 沒什麼事 就可以出來 至於感情方面 就麻煩一點 今年有浮囚星 亦有逆馬星 代表波動的一年 如果 另外一半 是外邦人 外地人 反而沒什麼問題 如果是本地人 今年 你的感情 會有很多麻煩事 特別是 小心別人 捉你背脊 因為捉你背脊 而令到 有很多東西 你處理不到 雖然有地解 天解星 最後都可以和好如初 但是 心裏面 無論如何都會有刺 說回雞 通常 老虎 連雞仔雞女 擔心被老虎 但是今年不用怕 今年有 紫微星 龍德星 和天廚星 首先說紫微星 就是天空上最亮的星 代表今年最有勢力的人 都會照著你 所以非常之好 另外 空星方面 有麻煩 有滴殺 破碎 暴敗 天吶 首先說說你們的事業 今年 雞仔雞女 非常之好 紫微星 代表最有實力的人 即公司的大老闆 或公司最高級的人 會射著你 再加上有龍德星 對你晉升 或考試 一定有幫助 所以如果你在大機構做 或公司規模大 今年你應該有機會 升到一個 部門主管的情況 至於 你再加上有天廚星 如果你是做一些飲食業 今年只能發光發亮 去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今年可以一掃而空 應該會紅塗大展 生意非常之好 好了 看看財星 雞命人今年 正財方面是非常之不錯 要是你做生意也好 或者你打工也好 正財收入方面 但沒有特別的偏財星 除了龍德星之外 可能有少少博彩上的贏面 但整體上 在偏財上都是平平無奇的 在健康上 因為暴敗入命 所以小心點 暴敗和天吶 兩顆星入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你有長期性疾病 今年應該要早點去做一個檢查 特別立了春之後 你的腸胃上一定有些問題 至於感情問題 今年的雞仔雞女 比較麻煩 因為破碎星 代表老人家 或者長輩 對於你現存的感情 是有些意見 甚至叫你兩個分手 如果結婚 可能家婆 家公 或者外父外母 對你有意見 所以你今年 處理在家庭上 特別學老公老婆的感情問題 要呼吸老人家的感受 狗命人 今年入到老虎年 通常狗見到老虎都有點害怕 我們看看有什麼吉星和空星 吉星有華蓋星 空星有很多 有白虎 天紅 大薩 和非廉 首先講一下事業 因為今年有華蓋星入命 華蓋星是代表一個明星之星 今年你會受到很多時候的 比如說你老闆 或者是你上司的家長 但是這些家長 對於一些實質的收入 就沒有什麼幫助 比如說花紅 或者獎金 或者升你職加人工 這些就全部 就不關你的事 只是有些獎狀給你的 或者是加許你一些 在你的紀錄簿裡面 會寫下你今年做得很好 但是實質的獎金 是欠窮的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今年做一些 是關於金屬上 和金屬接觸很多的事 因為有白虎星 你在工作上的時候 就要小心 弄傷手腳的意外 另外 財運 今年是不一般的 主要原因 因為有華蓋星菲林 華蓋星是一顆 著重明星之星 如果你今年有人 即是說在公司上 送一些利益給你的 利益輸送 希望你在工作上 幫他幫忙 你更加要小心 隨時 因為你要 防礙別人的 利益輸送 而你不接受 就會捉你背 或者告發你 小心小心 好了 健康方面 今年狗命人 因為有白虎星入 和天紅星 你要小心金屬上的意外 特別是納秋之後 那個意外 會更加明顯一些 如果你的保險單 不是很大的 今年應該要想想去加 加個保險 因為意外 是非常之 即是 不是容易會處理得到的 感情方面 因為你有非廉星 非廉星 是麻煩一點的 非廉星是代表 是非 口舌之肉 如果你是說 結婚了 那你就是你自己 和老婆 或者和老公 家裡 出現很多的問題 如果你是說 未結婚的 和爸爸媽媽住 本身 如果你自己的關係 都不好 今年那個艾薩 會更加厲害 記住 家和華善興 家衰後不停 好 這個豬命人 雖然我們過去一年 野豬一般 但是今年的豬 在老虎聯 非常之好 吉星有天德 福星六分八座 這些有利星跡 空星有捲舌 搞殺 和劫殺 先說一說 這個豬仔 豬女 今年在老虎聯的事業 因為你有天德福星 和綠燈八座 幾顆星 如果你是政府工 或者是大機構 今年一定是升職加人工 雙喜臨悶 如果你是說 欠一兩個牌隊 善能力 差一兩個才到你 今年有機會 排人頭 會升得快 但是升職加人工之外 也要小心捲舌聲 因為捲舌聲 代表有人在背後說的是非 當然 你升得這麼好 又升職又加人工 別人一定會說你的是非 特別 如果你本身也是 拆鞋子 拆欄妹 今年會說得特別厲害 不過 雞腿打人 雅教練 請人吃東西 好了 財運 今年也非常之好 因為有貴人提携你的 這個貴人會是什麼 男性 女性都可以 不過有個特色就是 他會說 職位會比你高 因為有個八座 這個八座 會代表什麼呢 他會說 給你指示你 或者剛剛跟你夾品買彩票 或者給你指示你 投資股票 或者投資 那些Bitcoin都可以 所以留心一些 比你職位高的貴人 健康方面 小心點 今年有搞煞結煞 這兩樣東西 都是應回一些金屬上的意外 也都根骨上會受損 另外搞煞會應什麼 是什麼 就是頸部的問題 如果頸部自己本身 都有些 例如說 脊椎不好 或者頸椎不好的問題 當然要多加留意 另外最後是感情 感情 今年會有很多人 介紹另外一半給你 如果你是未結婚 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結婚 其實今年都會應一些 有人介紹一些異性給你認識 無論是男性好 女性好 你要小心點 因為有捲舌入星菲林 一定會有人說出來 捉你背脊 所以如果你是結婚 今年就小心 好像王先生那樣 好 任人年 我們第一個生肖 就說一下老鼠仔 老鼠仔 今年就一般 因為沒有什麼吉星 可以說吉星全無 空星就麻煩一點 有四隻 第一隻是天狗 吊客 災殺 羊人 你聽見都是心方方 首先說一下事業 因為你沒有吉星 凡事就要非常隱讓 特別是 譬如說有些不公平的待遇 好像說你應該升你的 或者花紅應該給你的 今年老闆就當看不到你 就給了第二個 你就更加要隱讓 如果你提出上訴 就隨時炒起來 至於創業那些 也是麻煩的 今年吉星全無 都是沒有財星的 你應該就將它skill down 本來拿錢出來投資 或者是創業的 今年應該是引引手 至於健康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健康方面 今年就有很多災星 隨時 特別是你本身有肝膽病 或者是神經腺體的問題 今年最好是測試一次 如果不是隨時有復發的問題 財星那方面也是 因為今年是財星全無 如果你要走偏風去投資 或者是走偏風去做一些比較高 槓桿的投資 今年就應該引引手 至於健康 我剛才就說到 感情方面也是麻煩的 因為今年就有釣客 隨時被人在幕後說你是非 或者是唱衰你的 比如說你有些人 經常都是撩女仔 或者跟男生眉來眼去的女仔 因為你今年隨時 因為這些情況 就被人在後面說你是非 所以今年可以這麼說 老鼠仔應該自己要忍讓 還是要和為貴 不要在弄弄震 好 第二個我們今天就說一下 牛仔 牛仔今年在任人年老虎年 又有吉星 又有紅年星 紅年星是好東西來的 不好的星有病符 墨月 寡宿 和碎殺 聽到這四顆星 都是有些不一般的事情發生 那麼事業上 如果你是說 有紅年星動 如果你是著重推銷 或者推廣 或者銷售 那些 今年會做得很好 因為你人員好 賣東西的時候 就會賣得挺暢順 或者很多人光顫 但是如果你是機械那方面 因為你有碎殺這些星 你是做機械業務操作的人士 今年就要小心一點 例如釣機 或者做鏟車 今年是容易產生意外的 特別是說 入到去納秋的時候 即是說 農曆七月左右 新曆八月左右 就會容易產生意外 要小心一點 那麼 財運呢 今年呢 正財星是教階的 但是偏財星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做工是賺錢的 應該就會比去年 會做得好的 但是如果你那個工作 是說 靠一些偏財 或者一些不定期的收入為主 好像炒股票 炒卵 今年就會差跌 健康呢 今年麻煩一點 今年有病符星 病符星菲林 是一個很麻煩的情況 特別是有長期性疾病 那些 不容易救病復發 再加上有蜜月星 蜜月星 蜜月星有一個挺奇怪的星 如果它飛去那些好的星度 它就會加強它的好的一方面 但是如果它飛去那些壞的星度 它也會加強壞的方面的影響 所以今年如果你是有長期性疾病 特別是那些腸胃病的人 今年就要小心一點 好了 感情方面 今年如何 因為你有紅年星飛動 如果是說你在拍拖 應該是今年可以拉上天窗 但是如果你還未拍拖 也要趁機留意一下 身邊有沒有人 你是合心水的 紅年星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你看看今年有沒有些 是合心水的人 在你身邊出現 很好 你不要那麼緊 在你身邊 你看看 從幾盆 你不要那麼緊 大片